垃圾 回收 回收真的存在吗? 每年我们会扔掉超过20亿吨的垃圾 我们扔掉的大部分废物都是不可生物降解的 不能被适当回收力 它们毒害我们的水、空气、食物和我们的生活 印度、加基布尔 城市这片垃圾场一天比一天无情 已经快达到太极林的高度 在季风期间 由于垃圾堆积 垃圾填埋场内部会产生气体 然后这些气体被释放到空气中 蚊子在积累的废物中繁殖 然后叮咬群体中的人 给它们留下登革热 瘧疾和伤寒等疾病 雅加达 斯塔尔河岸 有200多家纺织厂为全世界生产廉价服装 每天有2万吨废物和34万吨废水排入河中 它们用铅、铝、铁和猛污染河流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塑料、纸张、纸板、金属和玻璃占城市垃圾的38% 全世界只有13.5%的这种二次原料被回收 占垃圾总量的5%多一点 尽管如此 我们的生产和消费率只是在增长 我们周围的垃圾填埋厂也是如此 在消费者层面 这是第一个环节 一个普通的家庭 一个普通的家庭去商店 这个普通的家庭有不同的盒子 玻璃和塑料 塑料袋等等等等 如今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堆在一起 已经变得非常流行 一大堆这种压制材料被带到某个加工厂 这个加工厂应该会把这些垃圾分类 然后你相应的得到干净的纸板 干净的塑料 清洗这个和那个 这是一个想法 所有这些实际上都不起作用 为了获得大量的可回收材料 你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源来收集 收集和分类 然后它应该被清洗 然后它应该被包装 然后它应该被带到某个地方去卖 所有的垃圾 如果它是真正的垃圾 它被掩埋 没有人回收这些垃圾 他们互相吹嘘 说我们绝对是绿色的 也就是说 我们百分之一百回收 我们没有任何垃圾等等 通常他们会雇佣一家公司来处理垃圾 再雇佣其他公司来统计垃圾 将垃圾分类 写下百分比 然后将这些数据以报告的形式发送出去 下一次 当一个会议在某个会议室举行时 他们会说我们的垃圾一分不剩 但说实话 这些都是在纸上完成的 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需要花更多的钱 但没有人为此做好准备 没有人需要的 没有人想 以便挥舞着绿色的旗帜 以便支付一大笔钱 回收是不完美的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做的大部分回收 实际上不应该被称为回收 recycling 这应该被称为downcycling 这意味着一个饮料瓶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一旦它被降级回收 它就不能再被再利用了 所以塑料制品的质量较低 即使我们想回收 也无法回收 所以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它们没有家或墓地 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被允许被创造 所以现在我想说的是科学共识或证据是 我们不太清楚 可以和应该对海洋塑料做什么 有些事情已经在做了 海洋塑料正在被制成鞋子 泳衣 鱼加裤和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这是不是我们应该用海洋塑料做的最好的事情 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这实际上可能只是拖延了一个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产生了比解决方案更多的问题 让我们以PET塑料为例 它是新制造的 每吨大约500欧元 回收塑料大约1000欧元 回收海洋塑料甚至更贵 对制造商来说 把产品的成本提高一倍 根本没有利润可言 此外 在激烈的竞争条件下 它的产品变得无力可图 塑料回收商甚至会把更多的新塑料添加到可回收塑料中 并在可回收的标签下出售 公布的废物回收数据往往与实际情况不同 例如在德国 一部分被认为是可回收的垃圾被送往第三世界国家的垃圾填埋场 日本的情况与此类似 回收塑料的比例还包括简单燃烧的塑料 那么我们认为什么是可回收垃圾 那些进入云层并成为我们空气的垃圾 然后带着雨水回到我们的食物中 垃圾是消费主义社会的腐朽面貌 我们正在用它毁灭地球 更重要的是 我们是在自杀 回收垃圾对我们没有好处 我们并没有从清洁地球的技术开发中获益 但是 难道真的是 我们自己和我们把自己置于人类生活之上的消费主义经济不受益吗 但是 马额 dal 您看 江额 老妾 感谢观看